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大家车言论 这一期是群屏新能源 介绍一下这些群友 有广汽的前用户阿珊 特斯拉脑残粉柳迪 还有老年代步车老残粉YIP 这一次我们的主角 车头是顿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头是顿的 这车设计是想做出一种很前卫的感觉 我觉得尾巴做出来了 车头没有做出来 我昨晚开这个车去接老婆下班 老婆就说这个车看起来挺漂亮 灯光很高级 而今天早上我又开着同一个车去送老婆上班 老婆下车叫我看一下 就跟我说 这车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的 外形很笨了 这车头 一二 真的吗 好怕 会不会碎的 虽然我们这台试驾车的轮圈 它是一个选装零件 而且只是选装了一个罩子 而且这个选装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出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台车看起来会更有科幻感 所以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我也强烈推荐你去选装这个 装上这个轿子 你不觉得整个车的看起来就科幻一点 没有那么常规 选装轮骨盖虽然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拆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换车轮胎的话 我就懵逼了 它这个尾翼 所以说这个门很笨是吧 设计再好看都没用 这个门的设计就这么笨 这个门我用一次想骂它一次 其实它那四个门把手的那种走远的感应锁门 我觉得还OK 确实就是这样锁门 但是那个尾门 因为它没有单独的开关按钮 所以你每次要么拽着个钥匙才能开门 要么要跑到前面去按钮 这个是很不方便的 我是SUV的长期深度用户 我就知道 其实SUV尾门的开关的频次是非常高的 我现在又想把它打开了 站在这 不一定行 可以了 一二三四 哎呀真的奔的救命 这尾箱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起码昨天我就发现有一个挺好的使用场景 就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 两个手带来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身上又有钥匙走到这个尾箱的位置 等一等它自己又会开门 其实用起来对车主来说不是那么麻烦的 看到里面了 就这个其实它的悬挂 跟它的车身的用料还挺猛的 它那个前后的那个车轮架都是铝合金 然后前下摆 壁跟后面的五根连杆全都是铝合金 那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这边的加强金 其实就说明这一块其实也是铝的 那它的前后的悬架呢 用了很多的铝合金来去减重 所以YYP说这台车的尾箱看起来有点廉价 其实它是在其他的地方 看不见的地方呢 还是下了一点成本的 第一次看这个车 我觉得啊 怎么有点像本田那个贯道 后排空间很大 然后尾又是这样 后排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像贯道 坐垫很低 但是坐上去又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坐姿起码要比贯道做得好 但你看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我的头都到哪里了 不是到C柱了 到D柱了已经 头很靠近D柱 就证明了它在设计上真的没有 特别的要像一个传统的SUV靠拢 它就是想造一个尾巴很斜的 像轿跑的车型 然后尾箱你就不要把它当一个SUV 这样想的话还能接受 因为毕竟尾巴真的是很漂亮 我最fancy的功能 我当时在车展上就是被这个功能打动的 打动到我想去展厅看车 看到它那个样子就想往里面坐 不单是前排 连后排都是有个腿托 就引诱我坐上去 而且一坐上去 无论前排后排 这台车的座椅真的就往那一躺 那种坐姿是很舒服的 好鬼高级啊 你还可以弄前面的 它跟未来不同 未来的铝王座是在前排的 这个铝王座是在后排的 说实话 1米7都觉得脚都伸不直 1米6米以下的人是可以的 所以就说铝王座嘛 铝王就比较没有1米7嘛 我超喜欢这一块 Alcantara 哥回家 我就喜欢Alcantara这种大面积这样 没有接缝这样拼 上一个这样的车是雷克萨斯的LC 这车的车厢尤其是驾驶区那种氛围 那种高级感 我觉得真的很对我的胃口 相比之下你看看特斯拉的车厢 Model Y跟它可能是直接竞争对手 但特斯拉那种车厢真是清心寡欲 我是觉得你让我选的话 我一定会选这种 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级车的内装 这的确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SUV 正如Rion LX无数次强调自己百公里加速3.9秒 这已经不是SUV该做的事情了 那么它开起来怎么样呢 地板一下定着啊 小心啊坐好 我没踩到底我想说 说电动车最晕就是这种感受 我没踩到底我不敢踩 我不敢再往下踩 我觉得动力真的太稳了 还好它这个头枕比较软了 如果是硬头枕的话一下砸了 所以你说过不过瘾 这种体验是开气候车完全不能给我 昨天我载着老婆 我不敢点那么多油 我点一半就觉得又快 又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种感受特别好 觉得这是一个内功很强的高手 让人给你的感觉 就特别喜欢这个动力 你说载老婆 上次我开那台单电机 中午开回去我给我老婆开 我老婆才开了10分钟 她给了一个评价 说这是她开过的最不需要适应的电动车 就那个动力是线性的 这台其实都是的 这台虽然马力大了一倍 但是它的油门还是线性的 就不会像很多 有一些电动车就一点就很冲很冲 它没有这种感觉 就它几个模式 尤其是Eco 和Sport 都不会觉得很奇怪用起来 所以动力部分我觉得体验是真的OK的 Sport模式点一脚重油门 来 那现在 哇 轮子打垮 大哥 轮子打垮好不好 那坐这个车如果脑袋往前看是没问题的 但只要这样歪着看的话就 哇 我的 哇 好浓 我是觉得坐这个车的后排会有一点点 因为它那个车会后排会比较的晃 晃得来就会有一点晕车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因为后排坐姿低 它晃的并不是太明显 两个广汽的新能源的车 那个LS会更明显一点 这个也是会有丢丢那种晕车的感觉 Eco 们去烂一点路也知道 其实后排我觉得震动真的会偏多的 特意去做特意去感受也会觉得 很多小动作的它那个 而且我觉得它很多震动是从那个靠背传上来的 只要你不靠任靠背 觉得很多震动都没有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种悬挂的质感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后时感还是不错的 前排感受相当好 其实大动作的过滤还是很轻柔的 只有那些小动作有点多 比理想问的底盘好多 好很多 真的好很多 这个车前排的底盘我觉得是不夸张 20来万我觉得是将近顶格的车 后排在20来万也是做到起码是 七八十分的水平 左右偏上 是吧 虽然我们说后排什么不好 其实都是相比前排来讲 单独来做这个后排 我觉得都比很多车要好 你前面的三个玻璃都是夹层的 侧面两个还有前面一个都是夹层玻璃 我们后面就没有这种想说了 但这个车的静音还是不错 就算坐在后座其实静音都是很好 而且你想想这台车用的是PS4的SUV胎 它不是那种极致静音的胎 还有这个表现不错了 但我觉得静音没有上次奥迪一床 奥迪一床 奥迪一床 太过分了 这个静音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昨天我开车的时候 一直会弹出来的功能 我说看一下这个车机 一看它很灵敏会弹出来 会提醒我 你要注意一点看前方这样 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会让别人开车绝对不会拿手机出来 它就是摄像头在识别你的眼神 就这块黑色的东西 上次我开那台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的 它是探测你的眼球 还是头的方向 应该是眼球 如果戴着墨镜它会不会探测的 你去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没有 你看我的完全都没在看路了 我自己都感觉很危险了 他还不提醒我 这时候我上次开单电机版 工况续航是650的长续航 我是实实在在的 在高速上 用我这种运动模式角 开了400公里 很厉害了 你开完400公里之后 还剩多少续航 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 将近零了 续航这一台是双电机 工况写的是600 那个是650 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 650开到400 就是打多少折 6折左右了 已经很强了 可以的 很高速是不是 你想想 而且不是那种舒服的高速 是有时候我会切一下运动模式那种高速 后面你靠近一点 你看看清楚 它挺好的有一些空调的一些物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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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灵魂在尾箱那里 太坑了这个人 哎呀 糟了我开这个车已经形成了 前面一有100米的空档 我就想地板游了 我现在你开这个车 我就形成一种习惯 让我的脑袋是直直刻去贴着那个头枕的 好各位老板 把你们转晕了 我请你们吃麦当劳陪罪 我不想吃 我什么都不想吃 说到这里 我们四个人对这台车也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了 接下来是最刺激的打分环节 看看它在我们心目中值多少分吧 这台车的体验我觉得是很割裂的 坐在前排什么都好 静又好 动力又好 各种细节的体验都完善 但是一坐到后排实在是太颠了 颠的我觉得是后排乘坐是不及格的 再加上我昨天轻轻开了那么一天半 已经发现了很多细节很多巴 各种体验都不完善 所以总体来说我给这个产品的评分是5分 看到这辆iol LX呢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 究竟我为什么要花30多万块钱买一个这样的车 对就感觉它就是一个很中庸的老好人 各方面做的都不错 但是就找不出那个特别突出的强板 那个硬核的点来打动你 对这个就不像特斯拉一样 特斯拉你可以基于它的这种科技感 对它产生一些崇拜 但是这个车呢 不管是3.9秒的加速 或者比较长的续航里程 或者说是整体不错的机械素质 就感觉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但是这些花添在哪呢 我又找不到那个承接它的花盆 对所以我给它的分数 我觉得它作为一台电动车呢 基本面上面的表现是不错的 无论是开还是坐 有一点点缺点 但是瑕不言语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传统品牌去做电动车的底蕴了 但是呢我觉得这台车它的存在的定位呢 是有点问题的 买电动车我觉得是分两拨人 一拨是为视所迫的 他可能会买便宜的电动车 那另一拨人呢他会把电动车 当成是一种科技的产物 当成自己的标签 那这类人呢 就会一步到位的去买高端电动车 那这台车的定位有点尴尬 所以我给大家的评分是这个 高不成低不就的5分 虽然我刚才吐槽了它很多的小细节 但这些其实都是有点因爱而恨 因为这部车我觉得我是鸡蛋里挑骨头 不像有的车 其实是在骨头里面去挑鸡蛋 所以我给这台RMX的评分 挺高的8分 很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